日常饮食中我们都会吸收到极为良的铅 但不足为患 不过古人不认识铅毒之害 中毒而死的不计其数 古罗马人饮食器皿 包括输水道的水管各是以铅制成 所以他们喝的都是铅水 多年来历史学家都争论不休 有的甚至埋怨罗马没落 跟喝铅水而影响声誉有关 在罗马 水管和铅本来密不可分 铅的拉丁语是prumburn 是铅管的意思 英语的水管工人prumburn 亦由此而来 化学元素周期表中铅的符号pb 意思该拉丁语的缩写 从古罗马人骇骨中推算 他们的血含铅量 平均比世卫的安全标准超出三倍 然而罗马人重铅毒风险高 铅水未必是主因 而是他们放进食物的代糖 他们使用铅制器皿煮提子汁 化学作用会产生含甜味的重金属乙酸甜 后来欧洲人索性在酒里放铅加甜 并延长它的保值期 18世纪很多英国卫族实行喝含铅的酒 然后因为含铅中毒而患痛风情况相当普遍 到了19世纪劳工阶层也都遭殃 铅矿工人由于经常接触到铅 中毒情况严重导致不愈和着尸等 由于他们的血含铅量高 跟口腔细菌释出的硫化物 在牙漏形成黑腺 成为中毒的症状 铅自古应用广泛 我们摇笔有可能摇到笔上含铅颜料而摄入体内 事实上铅最早的用途就是颜料 埃习人6000年前就用作化妆品 由于碳酸辣铅令油画的对比更强 甚至有画家欢迎 例如17世纪荷兰画家林布兰等 铅在现代生活中应用一样广泛 九层都用作充电的铅电池 天电池可以回厂农掉 隔除塑胶等杂质循环再用 因此相对环保 欧美的循环再用率达到99% 在重金属中最高 虽说到了20世纪科学昌明 但寒天汽油的发明 又令天毒再次肆虐 通用汽车工程师和化学家 通马斯·米吉利 在上世纪20年代发明了四乙基签 加进汽油后可提升效率 车厂和油公司都成为大赢家 米吉利为了试除天中毒的疑虑 还在记者会上 吸入含天汽油气体 后来却因为牵中毒而送医院治理 多年后我们才证实 含天汽油危害健康污染环境 应该取缔 1985年美国环保署估计 每年牵中毒至心脏病发 死的人打5000人 1996年美国全面禁止 汽车使用含天汽油 美国人血寒千量平均下降75% 现在除了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北韩 缅甸和叶门等国外 其他国家大都改用无铅汽油 世界又除了一大害 苹果目击100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2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1000影片2000元 每周点阅出最高再上奖金5万元 村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或用APP电邮 等各种方式